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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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政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在最後的審判之後 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迴響 許多的媒體報導 而我們現在正在將整個過程很長 一個半小時全部同步口譯 應該叫做逐步口譯 就是每一句話翻譯成英文 我們在這個週末會把這個英文版本 向全世界發送 發送到哪裡呢 我們會發送到各大媒體 我們會到所有的英文網站上面 還有媒體的留言方面 還有直接寄給媒體的高層 媒體的主筆 媒體的主管 還有我們周邊曾經參與過的 報導台灣相關事務的記者們 因為我們以前曾經辦過這個東奧 包括這個正名制憲的相關記者會 還曾經記得嗎 曾經有過四十幾個國家 七十幾個媒體報導 那個時候我們在北平東路 所召開的這一場正名制憲的 大概將近有七八萬人的大會 那個時候第二天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媒體 都關注了台灣這個大的活動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留下了很多關心台灣新聞的 還包括了烏克蘭 你想都沒想到的國家 越南 還有包括了德國 包括了對謝大使的管轄範圍 包括了法國 包括加拿大 還包括了很多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 各種各樣的 包括網路媒體 平面媒體電視媒體 所以我們這些記者我們都保持聯絡 我們會把這個新聞散播到世界各地 當然他們剛開始我相信就跟你 我很多人一樣 包括我在內 我第一時間 看到蔡英文的這個賈博士的訊息 我都愣了兩三天才回過神來 其實最早我在2016年 就被有一個綠營的高層 跟我聊起的這件事情 當時我在想說 哎呀少來了 選舉選到這個地步 你們是 你是怕輸 怕要死 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完全沒有當回事 不可能 倫敦政經學員你馬幫幫忙 後來經過了大概三年多以後 被提起 再一次提起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左想右想我覺得不對 而且我看了曹陽青老師 在海外開的第一槍 後來包括了 呃 林環牆教授賀德芬老師的報告之後 我醒過來了 於是我開始加入論文門 開始窮追猛打論文門 到現在已經810天 就是兩年兩個月 那當然換來了這個牢獄之災 不過對我來講 那是我肩膀上的一個勳章 無比的光榮 我覺得現在最怕開庭的人 不是我最怕開庭的人 應該是萬國法律事務所 是張敦涵 是那個連元龍 是那個行政訴訟 還包括了教育部 那其實最怕開庭的人是蔡同學 更怕開庭的呢 除了蔡同學之外 還包括了現在代表國家公訴 已經走到這一步怎麼辦呢 要認輸投降嗎 回頭承認黃偉這個東西都是假的偽造的 還是硬著頭皮 這考驗劉成武檢察官的智慧 好 我倒不太在乎這個庭什麼時候開 怎麼樣開 但我希望他公平審判 不是公平審判的前提應該是什麼 是公開審判 因為現在疫情又開始嚴峻 所以到場看的人會很少 要讓這個法庭呢 能夠公開審判 這是我們目前力爭的 網路直播這麼簡單的技術 沒有理由 這麼多人關心的 你想想看 這麼多媒體關心的消息 沒有理由 不讓觀眾看 而且還有海外非常多的朋友們 現在海外的朋友們 要用各種的方式表達他們 要求這場審判 必須是公開的 而且這個公開 不是局限地點的公開 是在網路上公開 而且今天司法院也已經 已經要求各地方法院 他們可以開始著手做網路的開庭 那網路開庭的本身呢 跟網路直播就一線之隔 所以對於司法的人權 還有對於司法教育 這都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一定而且值得我們的司法院去做 當然我知道司法院沒這個膽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用民意來要求司法院 要求台北的法院呢 其實也不用那麼複雜啦 因為只要這個法官要念詞 他同意就同意了 對不對 至於劉成武同不同意不重要 因為你不是被告 你不是被告 你要告人 你必須要坦白 而且你必須要公開 對不對 就好像你要告別人 說你沒有這個用告人的方式 來證明自己有博士學位 那你就拿出來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是被告 你的被告人權可能要問一下被告 你願不願意網路直播 你今天是原告 你有什麼資格主張反對 我被告都沒有在怕了 我被告都沒有什麼在乎我的名譽 我直接網路直播 那你原告 你告訴人你是在怕什麼 蔡同學你在怕什麼 這個萬國法律事務所連元龍 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些人是原告 你們是告訴人 你們在怕什麼 公訴檢察官劉成武 你在怕什麼 黃偉寫了那麼多東西 如果你覺得他寫的是真的 你在怕什麼 所以我們很期待 而且我們必須呢 用盡所有的力量 必須讓這個庭 以網路的形式開庭 而且必須直播 面對所有的關心路 我們的同學 好 那如果我們已經 了解一下 我們已經結案了嘛 已經終審了 但是我們後續陸陸續續 還有非常多的證據要出土 因為我們在一個時間之內 沒有辦法講完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來繼續講一件事情 就是林環牆教授 他經過了一年多的追查 而且非常的細心 他調查的一個很重要的物證 在那一天 我們的9月9號記者會當中 很可惜他只有大概兩三分鐘 來講到這個部分 今天我們要把它再一次的 很詳細的呈現在大家面前 昨天我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每一本論文 從1833年開始 那個時候還沒有博士 那1833年的論文 包括學士論文 在英國倫敦大學的 法學院的所有論文 通通都會在一個地方 叫做IALS圖書館 而且是實體點藏 記得囉 他不是只有一個連結 點進去是空的 或只有一個連結 點進去是變造的電子檔 他有實體的論文 這個IALS的全名叫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我不知道要怎麼翻 高等法律研究院 高等法律研究所 高等法律研究機構 好 1833年到現在 沒有一本論文 沒有一本論文遺失 因為它是全部連續編號 昨天我們在節目中秀出來過 就博士論文 它的編號是 Thesis001 Thesis002 Thesis003 一直往下編 而且是按照年代Chronical的編法 那001一直編一直編 編到現在是1000多號 各位可以上網去看 英國倫敦大學的IAL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它的Catalog 它的Catalog 它的法學論文博士的目錄 所以我們說 今天你蔡同學呼籠我也好 或者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說 某個年代可能遺失了 結果Michael Richardson說 那是dog eaten 被狗吃了 好啦被狗吃了 那狗呢 狗應該還在吧 狗應該不會吃了這個論文之後 他自己把自己吃了吧 所以論文被狗吃了 那麼狗在哪裡呢 好這狗是什麼意思呢 這狗就是這本論文的身份證在哪裡 消豬啊 這個問題 社會的稱謙 有關 server 差辭 什麼 我因爲 你就可以先紋一下 在互證事務所 她的戶籍 所有詳詳詩詩的不會不見了 今天蔡同學 你呼嚨我說你的這個論文 不知道為什麼學校把你搞丟了 那請問你 這本你的所謂論文 她的戶籍呢 她的戶籍就是我剛才講的 Catalog 在 IALS 當中 從1833年到現在完整保留 她上面有幾個欄目 第一個她有 thesis 編號 從 001 編到 1100 多號到目前為止 每一個你在 thesis 上面編號點進去 會看到這一本論文的全部 包括了 首先你會看到這個所謂的戶籍資料 論文作者是誰 論文年份 論文題目 還有論文幾頁 多少個 leave 那論文編號之下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編號 同時在右邊還會有個 QR 扣 你掃進 QR 扣 會掃到這篇論文 全部都在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 犯罪集團聽好了 她在上最後面的一個欄位 她會告訴你說 在 IALS 點藏了幾本論文 清清楚楚最多的人放了三本 最少的放一本 根據林環牆教授昨天拿出來的 1980-1984 年英國倫敦大學的就業規定 博士手冊講得很清楚 當你唸完博士之後 你要繳交三份論文給學校 一份到 Sunny House Library 一份到 IAL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第三份他沒有講 他有兩份金裝一份瓶裝 我猜第三份瓶裝應該是給系上 或者是給系上的指導老師 這樣子是比較合理的 至少在英國在 London 在務所的倫敦在泰晤施河畔 在蔡同學你的淚灑傷心之地 至少要有三本你的所謂論文 你被狗吃了 一個狗呢 連續跑了三個地方 跑得好累 你以為 你以為 全世界的狗都像Pico一樣 很喜歡吃書嗎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家小時候Pico很可愛 他最喜歡吃書 真的 所以我那時候小時候就看到他 我就說這孩子有出息 將來呢 絕對是一個讀書人 不讀書狗 他很喜歡把書撕得 碎碎碎碎 那時候我很煩惱 我們家全家的家具桌腳 書全部給他吃爛爛的 那時候我想說 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像這種 帶有點獵狗性質的 的小狗 他就是會這樣子 那磨牙 大概到一歲 他就不會做這樣的事了 果然他到現在乖乖的 他現在一歲兩個月 剛好滿一歲兩個月 乖乖的 他是不會再亂搖東西 好那我剛剛講了 你的三本論文被Dog Eaten 有這麼喜歡吃論文的狗 這個狗要跑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 倫敦政經學院 到Sandy House Library 大概要10分鐘車程 Sandy House Library 再到倫敦政經學院的IALS 大概要10到15分鐘車程 這三個地方跑下來至少要40分鐘 到一個小時之間 有一隻狗狂奔了三個地方 同時把三本論文叼走 而且把他吃掉 Dog Eaten 這樣的機率有多少 好了就算你把Dog Eaten 把這個吃掉 那請問一下 你吃掉之後你的 這本論文的戶籍資料 就這本論文的身份證 戶籍資料也被你吃掉了嗎 所以你別扯了蔡同學 而且每一本書每一本論文 都有他的身份證字號 我們昨天很清楚的揭示了 你的1984年的同班同學 你號稱你1984年3月14號畢業嘛 你有一個同學叫做Jose Monila 我們跟他聯絡上了 而且我們手上還有很多很特別的證據 我們先不拿出來 因為我們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傳相關的證人在英國 他的論文編號是657 我們的節目當中把它秀出來過 因為我親自到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去走遍了他的所有圖書館 我問過我問了Sandy House Library 我問了IALS Library 我進不了Women's Library 因為全英國倫敦就那個圖書館最神秘 因為那個時候點藏了一本蔡同學的黑皮書 所以他要規定你外人不能進 那時候除了劉仲義博士 許永泰博士 林環牆博士進去過以外 後來他就不讓人進了 我們進不去 我後來找 我還特別找了一個當地的大學生進去 結果進去以後他說你要看這本書嗎 可以要請你的指導教授 寫一封推薦信說明為什麼你要看這本書 我傻眼了 有一本論文假設他是論文 竟然讓本校的學生 學弟要介入要看的時候要寫一個理由說 為什麼我要看這本書 你有聽過嗎 笑死人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蔡同學身上 好 現在蔡同學面臨最尷尬的問題就是 請問你論文從1833年一直到二不是2049是2021年到目前為止 每一本書都有編號 請問蔡同學博士論文從001編到1100號請問你你要插隊要插在哪裡 你的1984年的論文你要插在哪裡 這個是你永遠無法解釋的問題 除了這個之外 對不起 還有你的證書 他也有號碼 還有你的證書 還有很多的 及其他人的 每天都知道 還有一座 很多百萬的 很多的 很多的 新 很多的 我確定 也 Cost 我也想做 什麼 好 那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那二十個星期 每個星期播一集 那二十個月 就是一年八個月的時間轉眼論文門 播了一年八個月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變成歷史 因為我們在寫歷史 我是抱著寫歷史的心態 來參與這個論文門 我要為台灣寫一頁 寫一頁 台灣的公平正義史 它包括了司法的篇章 包括了媒體 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了行政部門 包括了公民的良知 我覺得 著書歷說 我教了一輩子書 寫了一輩子書 沒什麼人看 終於寫了一個比較 對社會有影響力的書 這是我的榮幸 好 進段廣告之後 我們要來看看海外論文門第八十集 然後 我們最後我們要來揭露 蔡同學所展示出來的 她那一張所謂的證書 還有很多的問題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多謝 你看 常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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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isgate is nearing its en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case brought forth by three righteous individuals in the UK's Tribunal Court has stalled because the ICO refused to submit a final representation plea. The case in the UK Tribunal Court isn't about a degree, it's about ties to external examiner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public interest. That's why the ICO had no choice but to stall the people who invoke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Now that it has submitted its final representation plea, it's clear that the ICO is at its wit's end.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originally hired the second largest law firm in the UK, Pinsent Masons, to act as its legal counsel. However, according to sources abroad, after Titan One and her people messed up Pinsent Masons' defense strategy by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ve from LSE prematurely reveal two examiners' names, Pinsent Masons declined to continue defending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so, Tsai's scheme continues to unravel. Wheels aren't just turning in the UK. Cases in Taiwan are making steady progress. Professor He Defen's two-year-long administrative case against the Education Ministry had its final hearing on August 26th. Throughout the case, presiding judge Xu Rihua seemed to have already made up her mind and simply rushed through court procedures. The Education Ministry's lawyer made the following two closing points. The Education Ministry denied unlawfully classifying files and has already provided copies of Tsai Ing-wen's resume and diploma. He's complaint should be dismissed. 2. He's request for 10 million new Taiwan dollars in damages from Education Minister Pan Wen-zong is unlawful and should be dismissed. Professor He was not happy with this outcome. If Tsai's files weren't classified, then why did she spend a year petition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After her petition failed, she pressed on with a full-fledged case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Why would she waste all of that effort if not to find out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lassified documents? Would a random citizen like her spend such astronomical resources fighting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for nothing? Will the Education Ministry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Professor He Defen thinks that i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did not classify Tsai's files, then it should publicize what it has. She also thinks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classifying Tsai's files until 2049 should be revealed and subject to punishment. 按照我們的公文文書處理,我們經過行政的判斷之後,我們去做適當的引力,把它相關可能涉及到個人個資的問題. 誰先做我們個同意可以公開的? 我們是經過我們內部的行政的程序 最後簽字是誰? 我們是經過內部行政程序啦,不好意思 都不敢講! Professor He once requested that NCCU President Guo Mingzhen be called upon as a witness. However, presiding judge Xu did not summon Guo. When He expressed her reservations, Xu dismissively told He to share her concerns and that the judges will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y will send a summons. Upon hearing the judge's reaction, lawyer Jim Chang declared that he represented Thesisgate investigators. He said that under normal procedure, files of interest should have been sent to bo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NCCU. But because there were glaring discrepancies in files both sides have shown, Zhang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o question NCCU to see if their files matched up wi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s. The presiding judge couldn't have cared less and said that a ruling will be issued on September 16th. There was no intention for this. No, it would not be tall. No, not at all. But at all, there are some holes. For this reason,否定 deus方便 would be able to answer in length theВот answer to the question NCCU. The 2, the questions are there. Yes. I will answer that. The two questions that you mentioned are, They're not on the right. Let us look for you to tell them what they meant, you know. They are on the left. The one of the left is what they nee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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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